現在人為了生活 真的工作很辛苦 回到家幾乎每個人都在喊全身痠痛 陳醫師 有沒有請教我們 怎樣按摩 自己按摩 我們外面按摩很貴 自己按摩要怎麼按 自己按摩要準備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一顆球 大概棒球網球這個大小 壘球也沒關係 硬一點 那現在有柚子太大了 柚子 可以撕 襪子 套在襪子裡面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 你看這個可以這樣子敲 不會跑掉 比較不會跑掉 然後你可以擺到自己的位置 比如說我們從幾個部位 從肩胛骨開始 你可以放在背後 這個膏肓的地方 壓著靠自己的身體 你說靠在牆壁上或幹嘛的時候 那邊痛點就壓一壓 因為人家通常都說肩頸不舒服 對 壓一壓 那腰的部分也是一樣 你可以放在腰的部分 這樣壓 這樣壓 那位置你可以自己調整 就少到痛點就壓他 壓他 不用一次壓太久 他壓傷他 如果壓得還不過癮 你可以靠自己身體的活動 比如說你手 往上 壓起來你就關節會打開 你就可以壓到那個關節囊 關節囊 附近的肌腱 可以這樣換來換去 可以換來換去 對 各個姿勢都可以用 甚至往內壓 往上壓 都可以 另外還有哪些動作可以教我們 除了這個球之外 哪些動作可以教我們放鬆 我們身體上有兩群肌肉是最大群 就是我們肩胛骨跟臀部 那肩胛骨很少往後 我們這個肩胛骨 讓他往上翹跟往後翹 那怎麼做 好 我們把手彎曲之後 彎曲 這個過頭 另外一隻手推他的手肘 OK 往後推 往後推 跟平常我們做的動作相反就對了 因為我們平常常常都是往前 對 我們都很少這樣往後 然後這個肩胛骨往後翻 往上往後翻 然後換手 換手 對 那最後一個動作 靠自己的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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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後面 這樣子 對 這樣子往後面 對 這樣子 往上 兩手合起來 然後往上推 讓它合起來 OK 好 其實今天要告訴各位 其實很多的時候你脖子會痛 是因為你姿勢不良所造成的 那現在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其實冷上 大家都是要久坐 那如果說你真的久坐的話 其實會產生很多的毛病 剛剛說各位 久坐超過一個小時 你就可能減收22分鐘 所以剛才雲童老師教我們很多 在椅子上 其實也可以好好的舒展 當你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裡面 又沒有錢去外面按摩 你的太太又不可以幫你按的時候 就請你學陳醫師一樣 自己拿一個球包起來 可以按摩一些痛點 還有這些動作 通通都交給各位 希望大家跟肩頸 永遠說再見好不好 另外就是 最好站著看我們健康2.0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不要久坐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大家好我是江坤君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好嗎